說聽剛剛是川普在這兩天的國情之文的演講當中洋洋灑灑 談起了中國的貿易戰 中國的這一場冠狀病毒的引起了武漢肺炎 然後同時習近平也現身了 而且中國內部傳出好幾個醫學的新聞 其中一個是吉利德的新藥在某些中國病人身上有用 那中國內部其實也有一些專家 他也確定用了流感藥跟艾滋藥 然後同時呢 台灣社會的案例也增加了 所有人都跟病毒在賽跑 對 現在呢 所有人都在跟病毒賽跑 最讓大家疑惑的就是說 事實上呢 這個病毒究竟多少 多久以前其實就已經開始飆速 已經開始失控了 你可以發現最近陸續傳出來一些訊息都顯示呢 其實中國可能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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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就知道這個病毒 它事實上就是它的傳染力是相當驚人的 首先呢 一份有關於醫務人員發病情形的統計 一直在網路上還有PTT流傳 那他發現說 他們不是1月20號中南山才告訴大家說 對的這個病毒它是會傳給人的 人傳人的 可是如果你看這一份醫務人員的通報就會發現最早在12月27號的時候 就已經有醫護人員感染 而他們到1月多的還說沒有 沒有醫護人員感染 可是統計可以顯示實際上是有大量的醫護人員在這一波裡面受到感染 所以它的人傳人證據他們早就知道了 那這件事更有意思的是就是說他們申請專利的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是在1月21號對不對 1月21號就申請專利 那如果根據那專利相關的專家跟我說 他說事實上所有的專利的動作一定早於他們在寫paper的動作 所以他們2月4號發表這個 他們發現了這個瑞德西佛這個人民的希望有用之前 他們早就開始做試驗 而通常專利是在這一波戰中 當然是他們算想得很早 但是會想到這一步就表示他們更早知道 就開始叫這個1它不簡單 2我們必須設法找到解藥 所以你看1月21號就去申請了這個動作 他們更早就開始做研究 可能是1月初那個時候就已經發現 已經人傳人很嚴重 所以開始找解藥 那更有趣的動作就是說 接下來剛才川普講到說 要跟美中共同來對抗這個疾病 美中未來要怎麼共同 中國已經先抓住你的把手了 就是說是不是你有這個中 你要不要跟我合作呢 你有這個新藥是不是 你有這個新藥我已經先註冊專利了 中國註冊的這個專利叫什麼 叫新用途專利 新用途專利意思說這個藥 他用在武漢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的專利 我拿走了 那以前人家說沒有關係啊 在中國被他專利走 在國外的地區我還有 可是很可惜 他雖然很霸道 但他仍然是國際組織的成員 所以他依然可以在其他的地區聲明說 我還是擁有這個新用途的專利 所以他做這件事是要什麼 要迫使吉利德跟他合作 因為吉利德雖然沒有新用途專利 但是吉利德有個專利 是成分跟製成的專利 所以今天我做這件事情的動作是 不跟我合作嗎 我跟你講我也有新用途的專利 所以我們來交互授權 你給我你的專利 我給你我的專利 我們在中國就這麼做了 所以美中的合作 老實說是被人家掐著脖子 開始進行美中合作 可是這一波最特別的是說 確實其實他們剛開始做臨床試驗的時候 坊間就有陸續傳說 確實他的改善的情況非常好 因為以前本來大家都說 明明就只有美國一個好轉的案例 大家是在高興什麼 就算2月4號發表的這個研究 也只是顯示在細胞學的實驗上 看起來他用很低的劑量 就可以有很大的 可是事實上他們開始試驗之後 他們陸續傳出捷報 陸續傳出捷報 一 假設是真 表示這可能是真的對他們來講 很重要未來一個用藥 二 假設是假 就是他們現在知道要穩定明星之前 先跟你講 我告訴你我發現有用的 但不論是真是假 至少這個藥在未來他們抗疫之中 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為什麼這麼要這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先前的一些相關的病毒資料庫 基因資料庫 大家陸續登陸之後發現 這次病毒確實在 在一個人際之間的傳遞之後 它已經出現了變異 而且至少他們認為有兩株的變異 包括台灣這一株 台灣這一株 或者是包括廣東那一株 還有法國這一系列 這兩群啊 他們發現相對是 相對傳染力是還不錯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新修正的說 它的傳播數例 一個大概可以傳染2.2個嘛 2.2個你就想說 這個還好吧 好像沒有SARS那麼高 可是問題 它這個傳染呢 已經是比當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或我們當時的H1N1新流感都來得高了 所以有人說它是以SARS的300倍速度 在奔跑的 所以怎麼樣可以趕快抑制這個病毒啊 所以救命要為什麼 他們現在一直要強調它 就是因為非常非常的重要性 就這兩隻 我們在講台灣跟廣東這兩株啊 他們認為它目前來看 它是傳染力是相對是比較高的 然後幸好我們有day到 所以真的很重要 你看它 那你說它跑得有沒有多快 真的跑得很快 它斜率超高的 它斜率超高 所以大家為什麼現在連包括紐約時報 或其他的世界的公共衛生專家 都認為它是有機會造成全球的大流行 那原因就是因為第一 它真的傳染數率高 它的R0也不低 輕症又有 然後目前看到幾個地方已經失控了 比如說 以前我們在SARS期間 我們最喜歡談到的是有一個 我們講超級傳播者 當時的超級傳播者是出現在一個 流性的教授到了香港去參加國際會議 在那個飯店之後 那個國際會議當中的人陸續把病毒帶到各國去 那現在大家密切關注 據稱WHO有要派員去了解的 就是有關於新加坡的這個情況 就是新加坡傳出來它的凱月飯店有案例 而且人傳人 而且傳了幾個不同國籍的人 國家 那新加坡的那個凱月飯店 會不會變成全球傳染中心 是 就藉由這個飯店傳給各國的不同國際化的病患 是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我們第一波在圍堵的時候 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武漢跟湖北 接下來把目標聚焦在中國 可是有沒有可能這些地方已經出去了 比如說我們聚焦在中國跟湖北的話 你可以看到今天台灣的新增人力 很明顯都是第三地轉來的 他是湖北 然後可能去遼寧 湖北去深圳 我們都沒有看到後 前面的湖北都只看到後面的情況下 我們可能就會措施嘛 一樣的 現在如果大家都只看中國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會措施 在新加坡發生的事情 甚至在日本發生的事情 甚至在泰國發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必須跟這支病毒賽跑 在它已經造成人際間不可控制的擴散之前 唯獨如果有可能失效的話 現在大家只能找解藥了